12月25日下午14点 中国女排联赛将迎来焦点之战 金·苏女排将上演巅峰对决 这一对生死冤家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从上届联赛到全运会 金·苏女排都死磕到了最后才见的分晓 李莺莺笑到了最后 张长宁功享宇功亏一篑 记得张长宁面对自己的小侄子 也只能苦涩地相看台上摇摇手 尽管两支队伍都已经提前杀进四强 但考虑到半决赛 甚至决赛时还可能相遇 估计谁也不会轻易脚线 张长宁缺席 使得江苏女排的进攻火力大大削弱了不少 吴寒 吴孟杰跟女排国手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二号位只能依靠龚享宇一个人独挑大梁 并且他还身兼队长一职 不过上一次苏护女排大战时 江苏3比0横扫对手 还是让球迷大感意外呢 今天对于龚享宇领衔的江苏女排来讲 可就太难了 天津女排11连胜 实力真是强大 李莹莹 刘燕涵在进攻端都是火力十足的悍将 加上欧洲盟女瓦尔加斯的助阵 天津女排在进攻端的实力无与伦比 值得一提的是袁新月 王源源在王口上的实力 也让其他队伍里的攻守望而生畏 但这一次经 苏女排的对决焦点并不在功享宇 袁新月 李莹莹身上 狼平走了 但她给中国女排留下了最后一份遗产 她就是小将尼非凡 林立退役了 王梦杰无论如何是撑不起中国女排后排一船 防守任务的 不管中国女排的下一任主帅是谁 她都不敢冒死使用王梦杰 否则还不得被骂死啊 尼非凡是狼平发觉的 蔡冰才把她从替补 放到主力的位置上 尼非凡最大的短板 就是国际赛事的经验欠缺 今天 小将尼非凡将面临李莹莹 刘燕涵 瓦尔加斯三门中炮的进攻 她的能力如何能不能扛得住 今天 尼非凡是赛场上的主角